来看到这样非常惊险的状况 是在台南永康 四岁小女童 她趁阿嬷睡午觉时 偷偷开窗户 翻过比她身高还要高的围墙 受困在三楼阳台 幸好外头有一个延伸雨遮 女童没有直接掉了下去 而当时小朋友她一手抱着娃娃 另外一手紧抓着冷气机的管线 吓坏底下民众了 眼看情况危急 警销是直接破门 顺利把女童救下来 有惊无险 而阿嬷午睡惊醒 看到家里冲进一堆人 也是当场傻眼 四岁女童独自站在阳台外头 一手抱着娃娃 另一只手紧抓着冷气机 管线不放 看起来不知所措 而地点还是在三楼 画面显向还生 让底下民众看得吓坏 赶紧报案 眼看情况危急 警销货报直接破门 冲到三楼阳台 将女童抱进屋内 而阿嬷睡午觉醒来 看到家里冒出一堆人 这才知道事情大掉 感觉四个人还没有接力 那是好你以前说人家旁边有看到 大楼人有看到 那快去报警 很危险啊 那如果吃条件 都会背开阳台 十年走 那两个条件 是我这阿嬷的狗 暗门点她绝对不开门 事发在台南永康这处住宅大楼 原来阿嬷独自照顾两名四五岁的小姐妹 在八号早上 妹妹居然趁着阿嬷睡午觉 偷偷打开窗户 翻过比她还高的围墙 属性外头有延伸雨遮 小女童没有直接掉落 仍旧受困在上头等待救援 女童受困阳台 京东大批 警销道场救援 好在最后平安落幕 有惊无险 后续社会局也将安置两名女童 避免惊险场面再度上演 就像我四天报道